你 我来带队吧 不行 也没实验经验 开楼 开楼 快 蓝金儿 改名单的家老金儿 我先给你打电话 我快没有去工作了 快 我知道了 小心吧 你们准备好作战了吗 是他准备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当初我静下这个暗雨的时候啊 就是想让你们知道 你们将要面临的战斗 是艰险的 所以我不所属的两支特种部队 你们就是要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 凶行壮志 不惜一切代价 去完成任务 任务是反恐处的同志 这次特殊任务 就由他们部门来指挥 同志们好 我来自反恐处 你们就叫我剑吃火吧 前天 我们的一名侦察员 被国际恐怖组织K2 在西南边境地区 绑架了 根据情报 它被带到了腰洞两地区 这边地区的边境线 全压交错 方圆上千公里 渺无人烟 地形地貌 非常地复杂 是真正的原始森林 K2组织在这边地区有一个 神秘基地 基地里边有两百左右的武装飞充 同志们 别小看这两百人 他们都是亡命之徒 其中不乏有 在外军特种部队服役的老兵 其余的 大多在山地丛林作战多年 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我们要去救人 这是第一个任务 我们的侦察员现在身负重伤 他不仅需要战斗 也需要及时地救治 电脑系统里边 跳出来的第一选择 就是你们霹雳货 这是我们的专业 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彻底地摧毁这个秘密基地 战虎可以办到 好 所有的情报资料还在整理当中 你们在路上也会看到 那么 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报告 我有一个问题 我能问吗 你问吧 我们要救的是什么人 总不能连照片也不给我们看吧 我一直在犹豫 你是不是要参加这次行动 我好像不归你管吧 没错 我对你是没有管下去 但是 我有合理的建议权 是 到底怎么回事 我信任我的队 好吧 好吧 他不是龙丹丹吗 他不叫龙丹丹 那他照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他到底是谁 我不是跟你说 他是谁 哪有谁 我会有什么 对不起 飞楼 你对他有把握吗 我相信霹雳火的每一名队员 如果出现问题呢 我承担责任 现在 这不是承担责任不责任的时候 高山汗 大战在一起 霹雳火和战略 都是首战 首战必须获胜 否则军阀无擒呐 完成不了任务 我剃头来劲 谢谢 谢谢飞楼 我不需要你感谢我 帮我把 脑袋留下就行了 是 我保证 把你的人头带回来 我怎么听 都不太样好话 飞老 我 闭嘴吧你 这个时候你最后不要说话 还有问题吗 首长 反恐处的同志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负责学会行动 并且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参战人员的决定权 还是在部队 那好 那就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同意王兴同志参战 我们有多长时间准备 立刻 马上 刻不容缓 我们在机场等你们 马上出发 都赶紧准备去吧 是 不好 我想跟你谈谈 你觉得有必要吗 有必要 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也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